两名警官正在直勤 他们一边吃着汉堡一边聊着八卦 这时一辆红色的野马牌小汽车目的性很强的撞了上来 对于这种主动往枪口上撞的罪驾刺激警察当然不为客气 被关进牢房的美女换上紧身衣 打开牢门 顺着通风管道就来到了重刑犯的牢房 一枪就把这个穷雄极恶的家伙给干倒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动作片致命黑蓝 格伦比亚大毒枭正准备干掉自己这位不听话的手下炮灰鼠 两人相互拥抱笑里藏刀都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 炮灰鼠意识到马上就要大火临头了 他带着自己的手下回到家 告诉老婆闺女赶快收拾东西跑路 小黑妹知道自己的老爸是干哪行的 因此他处遍不惊看不出有意思的慌乱 炮灰鼠把一张储存卡交给了自己的女儿 大毒枭的手下很快就包围了 小黑妹家激烈的枪战爆发了 炮灰叔两口子一看跑不了了 只好豁出命拼死一波 但结局早已注定 小黑妹眼睁睁地看着父母惨死在了自己的面前 大毒枭的手下胡子叔坐在了小黑妹的对面 企图引诱小黑妹交出那个装有犯罪资料的储存卡 但这个从小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小萝莉可不是那么好挥有的 小黑妹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过人的胆量 在一帮大老爷们的追击下居然化险为一逃脱了 他按照老爸的交代直接来到了美国的大使馆 把那张储存卡交给了工作人员 储存卡上的资料令这个美国特工大吃了一惊 小黑妹用这张储存卡成功地换取了前往美国的通行证 下了飞机之后 小黑妹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跳窗户逃走了 他搭乘长途客车一路来到了芝加哥 并最终找到了他那位在芝加哥当黑帮老大的叔叔 这是小黑妹自打出事以后第一次流泪 他发誓一定要为自己的父母报仇 他告诉叔叔他要当一名杀手 但他这位文化程度不高 整天违法乱纪的叔叔还是花高价把他送进了学校 因为叔叔的黑道师也之所以一直不温不火 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了 就算小黑妹将来要当杀手 那也要当一个有文化的杀手 15年之后 小黑妹已经出落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大美女了 也成为了一名人见人怕的超级杀手 他乔装打扮进入监狱 成功地干掉了一个黑帮大佬 并在黑帮大佬的前兄留下了自己特殊的标记 犯人在监狱里被杀这件事 搞得警方非常的被动 FBI派老叔叔前往调查 发现这四年来 发生的22件谋杀案的被害人身上 全都有一模一样的标记 这说明是同一人所为 他把这个信息通过全国的媒体发布了出去 他必须要搞清楚 凶手故意留下这个标记的目的 15年过去了 此时的哥伦比亚大毒枭已经被中情局给收买了 中情局找到大毒枭 让他必须尽快查出这个杀人凶手 虽然大毒枭表面上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心里很清楚 这个杀手留下的标记就是给他看的 黑妹有一个搞艺术的男朋友 虽然两人的感情深厚 但这位艺术家对黑妹值值甚少 而且黑妹通常都是晚上来 第二天天不亮就离开了 来无影去无踪 神龙见首不见尾 黑妹那位黑帮老大的叔叔 目前担负着给黑妹拍活的工作 黑妹下一个刺杀的目标 是一位搞投资诈骗的胖子 而对于黑妹不断给大毒枭传递信息的行为 叔叔非常的不爽 他认为黑妹这么干会殃及到他的家人 而他的家人也是黑妹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亲人了 但黑妹坚持要这么做 他必须要替自己的父母报仇 FBI的老抽书经过研究 发现杀手留在被害人身上的标记 是生长在哥伦比亚的一种兰花 但是当他想进一步了解的时候 却被中情局的防火墙给屏蔽了 作为一名超级杀手 黑妹有自己的一个武器基地 他带上伪造的护照 飞往了下一个目标所在的地方 这个搞诈骗的大胖子 住在一幢戒备森严的别墅里 广安保人员就有几十个 但这些对黑妹来说都不是问题 他潜入别墅 干掉所有的保镖之后 把胖子喂给了鲨鱼 为了找出这个针对大毒枭的杀手 当初杀了黑妹父母的胡子叔 带着手下来到芝加哥 黑妹的男朋友一直想了解他的情况 但黑妹一个字也不肯说 于是男朋友便趁着他还没睡醒的时候 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给黑妹带来了杀身之祸 黑妹来到图书馆 跟他叔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原来大毒枭的人为了查出凶手 已经干掉了八个黑帮成员 其中一个还是叔叔的好朋友 叔叔知道黑妹想把大毒枭引出来 但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希望黑妹退隐江湖 从此做个怪怪女 黑妹的男朋友在向他哥们 吹嘘自己的女朋友的时候 把黑妹的那张照片给他哥们看了 这哥们为了帮助黑妹的男朋友 查出黑妹的背景 把照片发给了他那位在警察局的小姨子 正在调查 黑妹的FBI的老周叔 马上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经过信息的比对 警方很快就锁定黑妹就是在监狱里杀人的那个凶手 随后警方又监听了黑妹和男朋友的通话 并很快查出了黑妹的所在位置 当黑妹听男朋友说拍了他的照片之后 他意识到麻烦来了 他打开监控 发现警察已经杀到了楼下了 黑妹也来不及换衣服了 顺着消防楼梯进入到了邻居家 他揍晕了正在看电视的邻居大哥 然后从天花板上取出了御仙放在这的锯气枪 趁着警方炸他家大门的时候 黑妹也同时按下了遥控器 巨大的爆炸声掩盖了黑妹用炸药炸开墙面的声音 他跳进电梯井 顺着通风管道来到了地下经济场 这时候就显出瘦子的优势了 但凡多一斤肉估计都钻不进去 黑妹来到地铁通道 换上工作服回到了叔叔家 但一见门他就傻眼了 奶奶和叔叔全都被大毒枭的人给干掉 这几位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全都被他间接的给害死 黑妹晚上来到老抽叔的家里 逼着老抽叔去搞清楚大毒枭的藏身之处 不然他会把老抽叔的老婆孩子一个个全都干掉 老抽叔无奈 只好到中情局找到了跟大毒枭有联系的特工 而与此同时 黑妹的狙击枪也已经瞄准了特工那颗活蹦乱跳的心脏 特工为了保命 只好说出了大毒枭的藏身地 黑妹来到自己的武器基地 准备好应手的家伙 带上两条会吃人的大狗 开着车前往大毒枭的庄园 此时的大毒枭已经收到了黑妹要取他狗命的消息 胡子叔正在跟手下部署防御措施的时候 黑妹的拆压神奇就射了过来 堂堂的哥伦比亚贩毒集团被一个女人奏成这样 这些人都感觉特没面子 他们急忙开车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很快就被黑妹的大卡车给拦住了去了 此时的大毒枭也顾不上什么自尊的 急忙躲在了一个暗室里 接下来是胡子叔带着手下跟黑妹的重继PK 这大毒枭不说在暗室里老是待着 还操着外面的心 不断的给胡子叔打电话询用情况 这胡子叔也实在 忙里抽闲跟自己的老大汇报着每况愈下的形势 由于打电话分了心 胡子叔丧失了宝贵的逃生机会 最终被黑妹堵在了屋里 仇人见面分外掩红 两人简单的寒暄了两句就打了起来 最后黑妹用弹匣把胡子叔也干掉了 胡子叔一死 整天就会喝红酒的大毒枭彻底疯了 开着车虚晃一招仨子就流 可他没想到的是 黑妹早就把那两条会吃人的大狗放在了车上 毕竟是超级杀手 大毒枭毁开哪辆车逃走 他早就预料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领导必须有人性 不要动辄害人命 下属如果不听话 要从自身找毛病